据了解 该试验台未来将主要用于我国载人登月任务中 落月减速发动机的研制 它的建程实现了我国空间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能力的重大跨越 在该高模台建设前 我国最大的空间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能力 无法满足大推力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 因此 新设计台的建设刻不容缓 在全体人员共同努力下 仅用时八个月 这座亚洲最大的高空模拟试验台就拔跌而起 李广汇介绍 该试验台主要特点是可以模拟发动机在太空中真实的工作环境 从而检验发动机的工作性能 该项技术难度极大 在全世界范围内仅有少数国家掌握